看的话也OK 改的地方 最后甚至把我刚刚改完的经典程式也把它放上来了 其实未来如果你要改的话 你只要改什么 改这个 Ui 其实甚至你把程式贴过去也OK 只是说你将来的 Ui 你不要用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会用我现在的连结 你可以把你的连结贴上去也OK 甚至以后你也可以不用重写 不用重录了 你可以拿这个来当泛姆 也OK 改一下就没问题了 接下来的话顺便讲一下 其实各位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后来发布到网路 它本来提供的功能是只有网页 后来又增加一个所谓的CSV 这个CSV就非常好 因为网路上其实提供还蛮多的CSV的 开放资料 也就是你将来如果说你要开放资料 给别人去抓取资料的话 其实相当简单 也就像那个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那个中央政府 他提供一堆的开放资料 提供给你一些RAWDATA 那个RAWDATA它大部分 存档格式很多是什么CSV 或者叫什么JSON JSON 或者是什么XML 像这种格式的档案 最常见的就是CSV 如果你要产生的话 也可以透过什么 这边来做 也就是说你这边可以把它改成CSV 其实你会发现好像它好像没什么变 不过后来看一下 它这个网址 其实呢 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 你会发现吧 最后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CSV 它原来好像等于True 所以 这个好像可以抓到一个 那你想说如果等于CSV 跟没有等于CSV 有哪些差别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这个CSV 假设说你今天把那个CSV直接贴上 按Enter的话 它会变成说什么呢 它会把这一个CSV档 直接就下载下来了 那也就是说你未来 如果要抓取它的话 如果要用eSale来抓取它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们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你要抓的话 其实呢 可以 像我刚刚的 入字曲奇 然后 这边也许说 更新资料 假设我这边 改一个 名称叫做更新资料 那但是更新资料 我用CSV 给加一个CSV 按确定 好 那录制的方式 特别注意哦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一 资料我们刚刚从未 对不对 不过呢 特别注意哦 CSV的话 请你改下面这个 从文字档 哎 这边有CSV有没有 其实呢 CSV就是有逗点的文字档 只是它副档名是点CSV 二的话呢 档案名称 当然它可以从你电脑里面抓 也可以从网路上抓 所以呢 关键的地方来了 就是从文字档之后的话 请你把刚刚那个档 那个UR路径 贴到这里就OK了 那也就是说呢 它会直接去网路上 抓那个档案 也就是那个档案 是从网路上捞下来的哦 OK 所以这边有没有支援HTU OK 所以把它贴上 就这一串 等于CSV 但是前面一定是HTB S 或HTB 然后你把它按开启 这个时候它会到网路上去找 这个档 开启 开启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 出现了 你会发现这个就资料抖析了 因为它是逗点嘛 所以这边的话按下一步 而且它更厉害是说 它会自动帮你找到对的 就是编码方式 不会乱码 因为Google提供的是 那个Unicode 所以是UTU 然后按下一步 哎呦 这边要打勾 资料有标题 OK 现在这个可能不要漏掉 下一步 然后逗点隔开 没有 逗点隔开 然后按下一步 那这边就不用改了 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 其他的话就用预设的 好 放哪里 放A1 然后按确定 好 下载 OK了 甚至比刚刚网页更方便 还不用什么 三列 三栏 还要再自动调栏宽 直接一次就到位了 OK 而且速度应该会更快 我们录完之后的话 最后记得把它停止录制 那我们再Run一下 所以其实这个改完之后 我看一下更新资料 所以录完之后的话 就在这边 这一段 我上面本来就有一段 这一段先把它滴掉 然后一样 我就是把前面再加一个先删掉旧的资料 把前面这边也许一删掉旧资料 然后二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刚刚他录的 Wis 而且他也是用Creditable 所以Creditable不是只能用在网页 也可以用在什么 用在那个档案的抓取 那记得你们刚刚一样这一行 Command type等于0 这个要把它删掉 或者你可以加个单以后 不然好像你们刚刚录的 应该这一行会挂掉 OK 其他看你要不要去动它 如果不动它的话 其实这样就OK了 所以我们再Run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录完了 然后按F8 Clear 然后再抓资料 然后CSV 最后就是主要是那一行 就是那个什么 Refresh Refresh一下 OK 速度好像会快个几秒钟吧 所以网页跟CSV 好像似乎比较推荐 所以网页跟CSV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这部分 网页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发布的部分 这是你不用重新发布 你只要把等于True 改成等于CSV就可以了 OK